大家好,又來到這個頻道 回看我昨天的影片 也有些回響,回響是在Facebook上加了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打了一些鼓勵的訊息給我 有些影片他聽了幾次 我很感恩,其實我沒有什麼內容 我只是一個港股佬,我也覺得自己像港股佬 講回今天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的內容就是之前我答應大家 以及自己都開了一個多月 有一點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未講到正題之前 我有一個朋友,是生意上的拍檔 所以我變成朋友,因為理念大家都很相近 他就無端端跟我用這個signal 大家溝通,大家轉用signal,不要再用WhatsApp 我們要向霸權說不 他就跟我說過,聊完一段時間之後 習慣在英國生活 其實都很習慣,很快就融入 因為其實我這些漢奸走狗賣國賊 一早已經想投奔西方 現在簡直是魚得水 他就... 最後回答了他,他說 等著你那個電動車的用後報告 我心想,嘩,不是吧? 你這傢伙也有聽嗎? 我覺得奇怪了,因為其實我 真實數不是那麼多,只有300多 最多的是3000 那就是一個很實用工具性 其實你問我,我自己是不喜歡講工具的 因為其實我都是喜歡講一些... 有些個人感想的東西 有些個人感想的東西 加書那裡我是很喜歡講的 或者是我的經歷,見過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 那其實今天這個呢 都不是說有些什麼工具 其實只不過我講講自己 個人對買自動車感想 那未講之前呢 不要再加我Facebook了 因為我確定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轉場了 要轉去MV,暫時MV 那由MV開始,那些真的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這裡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要向Facebook 這個...Whatsapp 就是say no 那看看吧 其實Whatsapp 就是那個替代品 Signal 其實真的很接近用Whatsapp 兼且它有很多好處 讓我摸熟一點 那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當然它有些缺點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要平衡的話 我就寧願容忍一些缺點 總好過被人捏住 現在Facebook就說 Whatsapp就說 即是沒有公司 Whatsapp的沒有公司是Facebook 它說 如果你不接受它那個私隱條款的話 它就會停了你的服務 哇,你有沒有這麼兇啊? 好,沒問題的 那我就開始已經把我自己身邊的人 我的策略是什麼呢? Group 即是一些相對沒有那麼重要的東西 例如Group 私人朋友 那它叫它,它一定會做的 那如果公事上的話 我保持住 那如果有些公事上 其實我會跟他們說 喂,不如我們轉吧 轉駕駛 那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人 都受不住它的氣焰 那都會走的 那Anyway 進回正體了 哎呀,又被人說我 很多話說 不過其實我很喜歡說話 除了 在這裏多謝觀眾 那三百多個subscribe 我看看什麼時候到四百了 到四百 那又可以回集 又說一下別的東西 其實都不會了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都照說 哈哈 我們都口水佬 好了,講回車了 首先呢,我要比較價錢先 那其實呢,在英國買電動車 我不是覺得這個difference 就是帶的很重要 就是有difference的 尤其是,很奇怪 Tesla它是貴的 我沒有做Tesla比較 因為我沒有想過買Tesla 那 很久很久之前 我想過買Tesla 那剛剛它來的時候呢 我還記得我去這個數碼港 我試試完之後馬上訂 但好可惜 我家裡裝不到充電 那一刻呢 就要我去 那時候我住南區的 那我唯一可以充電的 因為我家裡那裏 那裏不可以 那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駕車去數碼港 做充電 那就死得了 如果要裝去數碼港 充電 那其實很受限制 但現在呢 英國的好處 那周圍都是充電的了 那 說回這裏先 那 現在這部呢 就是 Kia的 不是 現代的Ioniq 因為 我待會用Kia做比喻 我免得人家以為我買廣告 那 這部韓國車呢 我找了它100年 比較 它是賣23萬 這個是中價來的 中位價來的 那另外呢 我就找了另外一架車 就是 同一個車 在英國 一個車網 叫做 Octotrainer.uk 那你看回我的連結 我不講太多了 你打Octotrainer Google會幫你帶它 那它做的一個價錢呢 就是 它做的價錢呢 就是19萬多 那其實也是一個中位數來的 其他的車都差不多 這個價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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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先說它的價錢 那我現在不是說它的價錢 你自己上網去找回它的價錢 你說 續航多少 那 其實 你會便宜了 你說 4千磅 大約4萬元左右的價錢 那 不是說真的太大差 但是 那些油駕車啊 那些 就真的很值得駕駛的 那我今天不窮大家說了 那 因為 始終 我待會慢慢解決 你怎麼解決那個充電問題啊 諸如此類啊 周圍都有充電嗎 這些我們都要注意咯 那 好了 那價錢方面呢 你見到啦 不是說差太遠之下 那 嗯 但是 Tesla很怪的 這裡就你自己上網去查一下 那個比較 那 那 那 說到稅方面 那 除了車價之外 那很分別 但是呢 稅很優惠了 就不像香港的仆街政府那樣 玩彈工手 我記得當年呢 我買 我想買 我給錢買 就是Tesla那時候呢 它是有 我記得是有稅務優惠 但是當然我最終沒有買到 但是我知道它是有稅務優惠的 那 那麼免稅啦 第一入口稅啦 其實香港入口稅很貴 如果你這裡來香港 來英國買 漂亮的車 你說我喜歡駕駛Land Rover 你會很開心 因為這裡比香港便宜很多很多的 尤其是超貴車 越貴的車就越低 好像我見到有一架 Jagra 有一架 是叫 不記得叫J什麼東西 總之 電車來的 香港賣百三萬 這裡當然是八十萬有找 出了車 即是 送你出門口的 已經 可想而知 這裡是零稅 我最近 我其實也知道 其實挺開心的 有一天 就無端端 英國政府 就是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就發了一封信給我 叫我 老友 你要登記你的車 要交稅 要不然就罰你 我跟著網址進去 進去之後 打回車牌 這裡一打車牌 所有車的招數 都有出現 OK 包括一架什麼車 幾多cc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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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之後 它出現的數字 就是零 OK 所以你看回那張圖 其實上課都有寫的 是零 一猴子都不用的 那個running cost 那裡 你在Octotrailer 你會看 下面有一個地方 叫Costing 你會看 按那邊 你會看到 零稅 不單止這樣 還有呢 其實買車是有補貼的 其實呢 最多是 每個車去到3000磅 還有呢 如果你家門口 你 要充電的 那你沒理由 整個拖板出來 那麼充電的 那現在我租樓 我就拖著 免裝別人的東西 對啦 還有裝了免他 是不是呢 那是業主來的嘛 那我租半年或者一年左右 那我又要走了 那如果你是你自己的房子的話呢 我建議你在門口裝一個 我還沒檢查多少錢的 但是政府呢 就有350磅的補貼給你 最多 那下面 那 那 你其實是在那個 你在那個 Google上打 EVUK Tax 那他會出一例 一系列的東西 他會說一些 Grant的東西 即是一些補貼的東西 包括車 包括Tex 以及我剛才說的 裝充電 那 那其實這個人是真的 很支持的 那就是那一句 一個地方 是為民 還是不是為民 而是為自己私利 其實是很簡單 很多人都 以前我小時候都說 英國人的錢 經常拿回祖家 那就算拿去祖家 都不是給那些官員自己 你又不見那些英國官員自己 買豪宅 等等 沒有的嘛 你大哥怎麼像 大哥剛剛才抓那個 那個 又說十幾億 不過說真的 其實十幾億呢 我告訴你 你在大陸 與你真的和其他官 說 我十幾億 你是被人笑的 有機會說一下 大陸我聽到 即是身邊朋友 不是聽到 是他身邊的 一些親身經歷 去喝 沒有錢 不用給人情 還有錢 還不止 很多東西 有機會說 有興趣的話 大家想 多給點Like 我就知道你們想聽 好了 接下來要說的話題 就是什麼呢 駕駛電動車 還有什麼優惠呢 就是你可以去這個 下列的 你看到畫面 那幾個地區 是不需要交付 給那個入成費的 我記得沒有記錯 是十三磅的 還要不會提你的 是要你自己 主動上網 去 上去 打自己的號碼 然後給錢 OK 完全不會提你的 如果忘記了 就梳 夠裂 那 好了 這個 其實是一個 他在大城市 就不想太多車進去 他就鼓勵一些零排放 所以這個就叫 UK Low Emission Zoom 的一個Charge 你可以看到 現在紅色那裡 那些是現在要付錢的 Brighton 蘇格蘭 那個叫什麼 糟了 忘記了 自己讀一下 倫敦 還有Norwich 還有Oxford 接下來已經在問 下列那四個地方 例如 Bermingham Darby Nottingham South Hampton 他就是 這些 接下來也要付錢 好了 當然 我駕駛 我由 Manchester附近 駕駛車去 倫敦 當然是百多公里 我其實駕駛車 是去不了那麼遠的 但是 我也沒有想過進去 如果進去的話 其實都是盡量 搭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我們 就駕駛 駕駛 Gasolene的車 去到Somfri 那其實就不是所有的 它有一個 一個區域給你看 那你自己上網 查一下這個 ULEZ 那你就知道 什麼的端倪了 好了 跟著呢 就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很關心的 油費 油費這件事 真的 香港一向都一個夢魔來的 那 我記得那時候 我駕駛香港的車 平均都要過二到兩元不等的油費 第一 香港的油貴 其實這裏油都不是便宜的 這裏平均都要十一元一升 那這裏平時也是 那 D數更貴 那 D數還要貴幾個%的 對於普通汽油來說 那所以呢 但是D數就走遠一點 但是就 其實真的不環保的 但是雖然就說它現在做了很多化油器 那這樣 那會令到你的車 即是乾淨一點 出來的 沒有那麼多元火粒子 其實它用Filter解決了 還有新的Engine 那個 對 還有它省油一點 即是走得遠一點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所以其實 Out of 了私家車之外呢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買個D數的 那 大約 我估計過我朋友就說 我那次我說我入四十幾磅 一江油我走到大約 六百公里左右 那它就說它更厲害 它的車是走到六百公里 即是最多是六百公里 如果走到公路的話 那 即是1.6 自己下 是超 超省油 不過它的車是超省油的 那輛我沒記錯 是BMW 116 那另外 有其他的 雷諾 有架叫Rio 我也很喜歡 那輛車仔 那輛油 petrol 也也是走到很厲害 即是比一輛 寶馬更厲害 說回電車,首先我們要先搞定數字,因為大家不同的一個點 我將英鎊一算就當10算,那就不免得這麼麻煩了,差一點就不跟大家說了 算過數字是來自幾個網站,如果在家裡充電的話,大約是過三一度電,什麼叫一度電呢? 其實就等於一個KWH,我不記得叫一話,就像這個單位,一K吧,不是公里 我估計K都是跟公里有關的,不過詳細我不說了,我不是這方面的expert,不要亂說話 首先給你一個figure,大家知道了,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 我以一架KIA的NARO,它是64個K的,KLW的,KWH的 就等於大約走到200距離,自己走到282米,即是等化成1.6,就450K OK,那好了,由零到入滿了的話,即是64,即是入足你的電的分量,就乘1.3,即是83塊 這已經算了港幣,我已經說了港幣,83塊入光 好啦,其實呢,如果我除掉的話,用450公里,它除掉83塊,就等於毫八指一公里 不過這樣,它這個就用一個叫NEDC,NEDC是一個計法,找笨X的 那怎麼辦呢,它就是在車帶那邊走的,不開冷氣 那就是做了很多省電重作,就算了這個數 所以通常人們都會用一個叫WLTP的,另外一個制式來的 那這個你相對會嚴謹些,但我都會給它discount的 那,而我自己在駕駛的那輛車,那它出來的數呢,是幾真的 那,沒什麼怎麼騙,幾足稱的,即是不會太差的 那,我待會再說一下那輛車 以我的那輛車,KEA的收,就大約3毫子一公里 那,我已經是全程超開冷氣的了 冷氣暖氣,冷氣不省,沒有那麼浪費電的,是暖氣浪費電一點的 暖氣可以爭很遠很遠的,那,大家收拾了 那,知道,總之,這個大約那個分別 那,我都說過了,現在我經過油站,以前都會想一下,看看它多少錢 我會先看一看,11個多,10個零幾日,快點進去 半缸油都可以進去,對不對,便宜嘛 反正,這裡其實很空閒,沒那麼多工作 那,有空閒就入油了,那,我講,有空閒不是表示個人很悶,或者很沒意思 而是做到一些以前做不到的東西 例如說,看一些書,很多買了的書,或者去做一些思考,冥想 或者去想一些你將來的東西,以前香港太忙,你做不到的這些 好,說回這裡,那,你看到油站,我已經可以通過它了 那,還有,我以前買了這件EV之後,我已經一個月沒有進油了 那,純粹在家裡充電 那,還有,這裡充電,記住,盡量半夜充,即是晚上充 因為晚上,電費是便宜的 還有,我給這個,過三這個concept,其實是要看你的counsel,計你多少錢 即是,或者地區,不是counsel,總之那個counsel太少 即是那個地區的多少錢 那,另外就是,你出街充電的話,你再貴一點 呃,都挺貴的,我試過充電過,都收了20-30元 其實充電了我20-30%左右 那,我家車充滿,其實是40多元而已 即是,如果家裡充電的話 即是,充滿了,我充滿了一轉之後 其實我出了幾次去買菜,其實我真的未試過再充電 即是,這件事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一樣是意外收穫,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輛車呢 當然,未開車都是很安靜的 開車都是安靜的 不過,有一件很棒的,就是停車是不需要適時 例如,我昨天我車我太太去買東西 那,我在Sinsbury門口,我直接停都不需要停了 即是,我就說我不進去了 那,免得,他自己進去 那,我真的認識都沒有認識的 全程都開著,那,用的電都不是太多的 如果你開暖氣不勁的話 OK?那,就穿夠衣服 其實我又說一句,啊,看看大家 駕駛什麼車都好,記住 戴多一件很厚,很保暖的衣服 因為呢,冬天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車有什麼事跪下了 踏不著的話呢 你是可以凍死在路邊的 那,這些是我的英國鬼佬朋友去提醒我的 一些,一些,不是,鬼佬朋友 一個鬼,就是,啊,鬼人 Anyway,還有就是說呢 你已經看到了,這張這樣的照片 那,其實呢,我是很喜歡在這張車裡面工作 包括做公事,開conference 還有是,現在我錄音也是的了 那,所以你經常聽到咚咚聲的 那,那就是什麼呢? 那,車告訴我,你沒有充電啊 那,就是諸如此類 因為我現在開著車,插著充電器 那,他提醒我而已 那,是很寧靜 那,還有呢,如果開conference的話呢 有時候說話大聲呢 就是,我怕吵到家人 因為我們現在做事呢 我們是,我通常開會呢 就是早上六、七點左右 這裏早上時間 那,因為,對香港呢 就剛剛是中午的 那,我通常,現在我通常跟客人說 我盡量就,下午,開會呢 你說,真的逼不得已 一定要早上的 I'm sorry 一定要早上的,我就會跟客人說 我沒問題的 那,自己過天九、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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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如果你在家裡的話 就想聽也好,想討論也好 其實,這裏都說少少的 同學說,這些隔音不錯的 我們在Semi Detached的 窮人 那,其實跟隔壁是share 那,有人的 那,我其實從來沒聽過他們的聲音 我都相信我們這些聲音不會傳到過去 那些隔音做得不錯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說那些Semi Detached 除非他真的超吵 那,暫時,那我還好 我們隔壁的鄰居都是一些 我看見也是挺Gentle的人 那,便很滿足 所以,自己是意外收穫的 那,這裏呢,電車呢 你開著暖氣或者冷氣 它做事是相當相當治療的 或者是看書呀,做任何事情 那,其實是一個不再選擇 又或者你車可以駕駛到一些 家務的地方 看著牛、羊等等 看書 拿杯咖啡 價值很低 其實這些生活 我覺得香港人對我來講是夢寐以求 香港人很多人都知道 電車的起步是很快的 不要說Tesla這些Supercar 好像我這些C-Line Camille Car 樣子很鈍 你看見那個款式 我那一輛 我那一輛 不是說畫面這輛 我說我那輛這麼醜的 起步都很爽 雖然我這輛雖然說0-100 當然是9秒 很慢 但是它的頭段是真的不錯的 頭段能夠給力 都很不錯 不差的 如果我用這個價錢 我這輛二手的就說是14萬 走到它說是155m 兩百多kilo 沒有的 其實只有九十多m 因為我開足冷氣 開足冷氣 其實100公里 還有一輛車都用過電 但是如果你開一些高的高的高級車 例如Tesla 說回來 或者好像大一點點的車 其實它的速度是更快的 因為我始終都是一些便宜的車 它不會給你很爽 最不單止這樣 還有真的很安靜之外 開車也很安靜 還有說其實你回不了頭的 即是那種靈靜和爽快 那種順滑度 你真的沒有想過一輛車 你真的開完之後 你就知道我講什麼了 很開心的 再加上剛才說的那種種分數 Rending cost又便宜 還有環保呢 即是你個人開下去 有一種使命感 好像左膠上身那樣 所以這個也是的 另外一樣東西 大家很重視的就是維修 我這輛 我都建議大家 即是買廣告 即不是買廣告 推薦大家買韓國車 因為它們比較進取的 它們有七年的保養 好像我這輛100年買的車 我買回來 我去年2020年買 我還有所謂叫五年的保養 因為它是一百年的年七月車來的 即是年中的車 其實我還有四年半的保養 這個真的很恐怖 因為路上還有十萬公里的電 是給你製造的 那你放心 那些電又不會很貴 其實那些電呢 昨天我看回老蕭說 由十年前的 說的是七萬幾百萬元 一匹電到現在 我忘記了 總之跌得很快 電的價錢 跌得很快 到時你換電不是很天文的數字 那再者 當然是 另外呢 我口說無憑 我特地就看了 我之前為何馬上賺買這個車呢 因為我看完這條片了 就有一個 駕駛了五年的 走了十七萬萬英圈的 的一輛I3 寶馬I3 那車主就說呢 因為這輛車的架構很簡單 電 還有那個控制板 即是那套那套 即我們叫CPU 還有那套算式 即Software加Hardware 然後就可以駕駛到 management的電 以及management的電力回收 等等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全部都是一些Software的東西 不是一些很mechanism的東西 這個mechanism就有問題了 即傳統的私家車 它就會有什麼化油氣 油門 Clutch 等等的東西 你記住所有金屬都磨擦的話 你就會麻煩了 那電車就不需要入什麼油 什麼機油 什麼充都不用了 那車你充完就用了 那當然了 你一年要拿回去 好像我這樣 KIA 我就拿回KIA維修 做一年的年補 好像百多磅 兩百磅左右 給它 其實我覺得要的 即你自己都檢查一下 一些東西 就是brake 胎器 blakblak那些 必須的 大家共同地要做的 但是相對來說 車的小零件 你想一下是不是真的小東西弄了 以前我們都更害怕的 就是越多電子零件 越容易壞 以前的concept 其實老實實 你現在有 即是等於手機而已 你有幾個手機 真的垂下 即是 完全不能動 你不要跟我說 你買什麼iPhone iPhone 你真的買iPhone的話 或者 我有些朋友 現在還在用iPhone5的 喂 大哥真的很耐用 我有朋友另外在用一部 MacBook Air 說的是 兩年前 我問他用多久 他說用了七年了 是不是 其實現在的Software 一部的東西 其實你只要改一個program 那個PC 或者那個共濟器 根本就是 純粹是一個載體而已 我給了平台 你去做一些運算價 一點都不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 為什麼會說沒有什麼做呢 當然看完這個video之後 我意思是說 現在你看到網上 自己搜尋一下 這個video之後 你也看回一些網上 其實我買之前 我看了很多評價 很多人都賺 是沒有東西做的 還有 都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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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這個 過了幾月的用後之後 有少少少心得 少少心得 那你要記住 因為我剛才說了 那個電 如果你用暖氣的話 是去得快一點的 而 也說回 我現在使用Akea 它比出我那個 就是那個 range 就是有多遠的 準的 就是 做到我 做到那個數的 不是說 它說我的數 你信不過那隻 不會突然跳得很快的 甚至乎 有時候再遠一點 例如說 你有一些電力回收 我自己也挺喜歡 用它的電力回收 就是 你不給油的話 它就有點像brake 那樣的感覺 這樣更好 那就踩少一點 其實用那個 已經控制它的車 很長順 我這個非常之喜歡 另外 大家一定要安裝 那個APP 那 為什麼呢 就是 你上網查一下就可以了 EV Charger 那個UK 這樣 如果是UK的話 Charger 你會找回UK那個 那個 那個 充電站在哪裡 那 盡量家裡充 因為外面的地方都貴 那 我們這些 主婦的性格 就一定要在這裡充 那 你出街充的話 其實呢 快慢都幾 差別幾大 我試過在那些Council 收得不便宜的 收了我一磅幾 但是呢 我差了幾個% 因為它太慢 我撐不住 好像家裡差不慢 那 我出街充的話 當然想快 那就是Council 屬於一些圖書館的 可能都叫做拉著做 所以就不太好 然後去一些油站旁邊的 即是那些Pro很多 又或者一些公路呢 它都可以充電的 我之前經過都見過很多油站 現在已經有了EV Charger 那當然呢 你裝了App之後呢 可以看回你自己多遠 還有 Kia它本身的車 都會有說它的那個 充電站附近哪裏充電站 那你記得 將自己的手機 和Kia的車連結 那 我自己有Android 那我Android 絕對沒有問題 那 總結 你問我買不買一個呢 老實實 我當然是說絕對買得一個 因為其實呢 作為環保 又或者享受方面 我覺得真是一流 我在香港有個朋友 他是開Tesla的Model S的 他是廠腦來的 他跟我說 他說 哇 開了之後 有今生沒有來世 只會這樣說 他說 開心得不得了 你只想我省得有錢 因為他是住元朗的 天天都要出 不知不知出九龍上工 再到一些 他都說 駕駛這車沒有去 福利 就是當你發現第一速度就有 沒有 如果不是Tesla 如果沒有 refer 你經常每天都要回倫敦上班 那就對不起了 你是笨蛋的 你不應該住那裡 你應該住回倫敦 或者住附近的地方 例如 Reading, Oxford那類 但是如果你一個月才出一次倫敦的話 要不我建議你租車 因為這裡租車是很便宜的 你沒有必要擁有一輛Gasoline的車 其實我之前有兩輛車的 這輛電車是我的第二輛車 因為一個家裡不可以只有一輛車的 因為一輛掉了的話 你真的會很麻煩 另一輛也是行Hybrid的車 我之前有一個車路士也有說過 講關於我的車 其實Hybrid也很省有的 不過我接下來如果一輛車真的要換的話 我會換一輛長路程一點的全電車 如果要出倫敦 其實是夠出的 即是長電力那些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很遠的話 再去遠一點的 或者還英國一周的 其實理論上電車是夠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不想冒險 你經常去找什麼 就租車 這裡租車這麼便宜 幾百元 即是二、三百元 有些人便宜到二、三百元一天 連稅也說三、四百元 便宜了上來可以這樣 你沒有必要為了這樣而 長期要捱貴的 而且這裡呢 如果你不是買Tesla 那類呢 買回Hundai、Kia、雷諾那類的 或者其他一些二線少少的牌子的電車 一點都不貴 跟一輛新 即是普通它原本沒有汽油版 其實差不多 所以你自己上網出一下 即是同款 例如我現在Kia的Soul 其實有電油版的 也有油渣版的 那你自己上回Octotrailer.com 便會檢查到究竟是否 好了 今天很長期的 講到現在 希望大家喜歡的話 因為也沒有留言 儘量 耳筋清靜一點 我都講過了 我希望 我講的東西 是我自己想講的 我不想讓留言 影響了我的思緒 我講自己想講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不合聽的 真的沒有聽 合聽的就分享給人 或者讚個like OK 其實讚個like就行了 那我不需要一些 我不是要你Patreon Anyway 其實Patreon也不是再來 即是在講其他的Youtuber 我不是說假裝清高 而是說 喂 不用吃了 是不是你養他 但是 我們這些沒所謂 退休人士 喜歡怎樣就怎樣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